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脸书变脸 扎克伯克重塑媒体新形象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一夜之间变脸 把Facebook改名为Meta 这个字是元宇宙的前缀词 意味包含万物无所不连 并且无边无界 而原本是一个小写英文字母F的公司图案 则改变成横躺着的阿拉伯数字8 中文的谐音念左发 所以脸书创办人兼执行长扎克伯克是颇有创意的 脸书这次的一名显示扎克伯克有意超越现实 让我们未来生活 社交与工作等进入沉浸式体验空间内 进一步从虚拟平面扩展到实境世界 以打造成一个大宇宙 这是宏观的愿景 也是新兴人类的终极梦想 Meta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脸书自从2006年异军突起 无论页面设计 群组交流 档案存放与影音文字分享都独具一格 加上操作容易 因而打败MySpace等先期社交媒体与众多博客 跃升为世界第一社群媒体品牌 目前全球拥有30多亿用户 超过中国人口的两倍 其影响力之大佩然墨浴 最近脸书旗下展馆的Facebook Whatsapp等4个应用软件 应故障 当机6小时 用户应无法登录使用而造成极大不便 因而让人兴起阴谋论 认为那是脸书故意在展现实力 以确证在网络世界 脸书已成为不可取代的超巨人 脸书这些年来对平台的管控相当严格 禁止白人民族主义或白人优越主义的言论 以贯彻反对仇恨的既定政策是相当正确的 这也是继白人至上主义被查尽多年后 脸书雷厉风行的措施 不过脸书这些年来差错不断 出现诚信危机 侵犯用户隐私 把客户情资当成捞钱工具 遭到全美各州集体诉讼 被法院裁决罚金赔款 也有传言脸书在许多国家遭到政党操控 进而监控与钳制新闻自由 这都是不利脸书的负面消息 最近一位脸书高管在国会听证会上揭露脸书 只顾商业利益 为追求更多点击率和关注度 故意忽略青少年的利益 一味让他们沉迷于网络社交而受到伤害 这位高管的痛述异症词言 脸书的确是应该要去善尽社会责任的 因此扎克伯克选择在这个敏感的时期改名 应该也是从善如流 衷心期待META未来能匡正和提升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